狮子头在淮阳的时候 东里吃过 这道菜由名而来 今天让梅哥给做一个清炖狮子头 看看这些原料 螃蟹 活着啊 这必须得有 吃的就是味道嘛 味道上吃的更鲜的 虾子 在产死的这季节 把虾捞上了 这个鲜的味道就从这儿来 这个是马蹄 小油菜 梅花肉 肥鲨肉 鸡蛋 蟹柳 今天做这个狮子头呢 主要是吃这个鲜香的味道 第一步的先把这个螃蟹 我们先蒸了它 取蟹肉 好 水开了 水上开蒸15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夹锅 剁肉 两部位肉 而且呢是瘦少肥多 这就做狮子头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配方 冬天冷的是吧 就是三七 夏天热的是四六 有点肥的多 瘦的少 那我们现在开始先切 我们先切片 切成后片 对 再切丝 说这道菜的最好的地方 首先是进刀工 今天我们做的量是两斤斤两 六两的瘦肉 一斤四两的肥鲜 这肥鲜切出来是脆的 嗯 有一步稍微的排队一下 就切好了 15分钟 倒了 看看 这个叫花蟹蟹 正是肥的时候 把这个蟹魂 鲜肉分出来 待会儿呢 鲜肉打开之后 这鲜环单点上呢 我坠定上那边就行了 马蹄叫直接拍了就行了 这切好了 这个呢是蟹柳 肉质感稍微强一点 蟹柳 顶着切丝 主要目的是打到这个丸子里面 一个增鲜 第二条色 因为虾子里面有沙子嘛 咱们先泡一下 姜饼 这所有料都准备齐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打吧 三起比例的瘦肉跟肥肉 盐 2 胡椒粉 然后味粉 先开始打 先把它的味道先打进去 这是第一层味道 对 把葱 浆进下来 把这葱姜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粒里面 这样黄酒去腥 这么香 你再慢慢打 把所有的肥肉 给它打出那个胶质感 这边摔再打 把铁有一半就够了 对 好 这刚才我们切的蟹柳 是吧 现在刚才泡过水了 我们把水线毙掉 扇子跑底去了 我就把那个上面都留用 你说这丸子都不好吃 那才怪了 水开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石头 分两个 嗯 这个过程一定要在手里要倒圆了它 在表面上呢 我们再加点鞋肉 倒匀之后 然后这个一样给它来点湿淀粉 加一个蟹黄 看下看了吧 这个要让它伏起来 这个石头已经下锅了 我们先给它定了行 定了行之后倒入砂锅 炖两个小时 好 咱们定完行了 让小伙儿慢慢咕嘟一下 还一个任务要做 盖上一层白菜 一个是增香 第二呢 这碗炖子之后 上面是焦薄汤的 它是没有变色 同时它还可以吸油香 它这个汤汁更鲜 先把它焖炖去吧 盖上个儿 市头已经好了 两个小时了 两小时了 你看着啊 我们把这个白菜给它剪出来 是吧 灵魂油彩 撒上几个枸杞 就嘞 上菜 来 梅哥辛苦万天了 我先敬梅哥一个师傅 给大家看看啊 蟹肉蟹黄都在上 看看鲤饼 不管别的 再来一会儿 死死了 真的是入口 用嘴一面啊 就散了 然后咯吱咯吱的这个马蹄 马蹄 好吃 为什么那汤这么清鲜呢 它是慢慢分泌出的 所有原材料的那个